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是Swift进阶课程的第九期 本期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币包的使用一之基础使用 从本期视频开始 小马分几期内容 为大家讲解Swift编程中非常重要的币包的使用方法 今天是基础使用篇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咱们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干什么 大家请看 首先咱们先编一个最最简单的币包 该怎么编写 大家请看 我Light一个Player 然后跟上一个大括号 在这个大括号当中 咱们定义了几个长量 Light定义长量 对吧 咱们定义几个长量 然后定一个Print进行输出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币包 马上给您运行一下 好,拷贝上我的代码 然后咱们到调试区拷贝过来 运行 大家请看 输出一个简单的币包 Paper Mario at Switch Switch版本的一个Paper Mario的游戏 好吧 没有问题 这个是最最简单的币包 接下来再给您介绍一个 大家请看 咱们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Say Hello 这种写法在JavaScript里面 非常的多 大家请看 我定义Say Hello 但是它是一个币包类型 它不传任何的参数 但是呢 却返回一个寸形 我呢 用下面这个大括号呢 把它扩起来 这个呢 也是一个币包 那么咱们该如何使用呢 咱们直接使用Say Hello 加上一个括号 就可以了哦 让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它呢 是无参数 但是返回字符型的币包 Ctrl C 给您运行一下 刚刚的币包呢 可以把它删掉 好 拷贝上 Go 大家请看 币包 无参数币包 返回字符型 Hello World 确实 咱们调用Say Hello 返回的是Hello World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这个呢 也是一个币包 好 接下来 大家请看 上面币包的简单写法 咱们上来呢 写了这么多内容 其实完全的没有必要 咱们直接干什么 大家请看 Say Hello 咱们直接一个大括号 返回一个值 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 没有任何参数 但是呢 咱们却有一个返回值 而且呢 它是字符串 也给您执行一下 Ctrl C 这样呢 也能看得出来 Sweave的语法呢 是非常的灵活 好吧 给您执行一下 注意看 Hello World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好 再往下 一个币参数的币包 这个呢 也是经常用到的语法 比如说 我呢 做一个乘方计算的函数 我呢 传入 您呢 需要输入一个 安T型的参数 并且呢 我给您返回一个安T型 然后币包函数体 该怎么写 咱们呢 会接收到这个参数 后面跟个印的关键字 然后 咱们写啊 币包函数体 咱们呢 就是传哪个参数 咱们呢 就做一个乘方计算 好吧 比如说大家请看 我呢 传一个三 会得到什么 三三进九吗 就会返回九 让咱们马上 做一个尝试 Ctrl C 做个拷贝 好 把咱们今天代码呢 全部删掉 OK 拷贝上咱们 乘方计算的内容 一保存 然后呢 运行它 大家请看 乘方计算 返回的 就是九 这个呢 就是币包的 最简单的 使用方式哦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小马 要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啦 从今天开始 咱们呢 分几期 会给您讲解 币包的使用哦 好 好